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大家拜个早年 刚刚过去的2022年 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 也是香港一国两制事件进程中 具有里长辈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战散了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 我们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正昂首 卖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增成功 这一年 北京冬奥成功举办 神州飞船九天蓝月 国场大飞机翱翔蓝天 国家一系列盛事 令世界瞩目 面对家书引进的百年变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微巨论 继续批拨拨展览 勇意前行 胸怀天下的中国 愈加可信 可爱 可敬 这一年 香港一国两制事件 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清零视察 并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宣示 中央长期坚持 一国两制的坚定决心 深刻阐述 一国两制的重大理论 和世界问题 与香港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 新一届特息政府 首证创新 展现出爱国者自个新气象 这一年 在祖国大力支持下 香港顶住了 第五波疫情的猛烈冲击 稳步踏上 富长之路 成功举办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等一系列国际盛事 香港在一国两制 正确轨道上 稳步前进 元旦跨年夜 维港两岸 烟火璀璨 向世界展现出 东方之洲的和谐美丽 各位朋友 各位市民 习近平主席 一直欣喜香港 去年七月一日 视察香港时 香港正处于从游乱到制 走向游至极新的新阶段 并对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提出四点希望 前不久 在新年贺词中 又讲到 看到香港将游至极新 十分欣慰 游至极新 是习近平主席对香港的殷切期盼 也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愿望 中年办和大家一样 倍加珍惜香港当前 质的局面 热切期盼 香港增强新的动能 进一步开创 游至极新 新局面 在这里 我与大家分享 三点看 让新的动能 更强劲 需要我们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记忆 在参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增添不洁动力 香港今日的成就 靠的是几代香港居民 共同打拼 搭乘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 浩荡风风 依托的是民族复兴的 历史大事 当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正在波澜壮阔地展开 中国经济发展的 强大韧性和活力 已得到实践的检验 我们离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 越来越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机构 预测 随着内地疫情 防控政策的调整优化 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 将为世界经济复苏 做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普遍看好中国 期待中国 祖国内地辽阔的发展 腹地 巨大的消费市场 固解的创新动力 等等 为香港竹梦者 大显身手 提供了广阔舞台 与祖国同行 把香港的未来 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大局中 去谋划推进 香港 新的空间 就无限广阔 就始终拥有 战胜风浪挑战的 信心和底气 让新的动能更强劲 需要我们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合作 在巩固独特地位 和优势的过程中 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国两制 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在坚守 一国原则的基础上 把两制的优势 充分发挥出来 是香港一路走来的 成功指导 背靠祖国 连同世界 拥有自由开放 规范的营商环境 保持普通法制度 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 等等 这些都是香港的独特优势 香港 东西文化汇翠 各地投资者云集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 具有独特地位 中央政府始终支持香港 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 国际大都市 近日 香港市民盼望已久的正常通关 已经实现 与内地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在全面恢复 新阶段增添新动能 需要香港把自己的独特优势 尽情发挥出来 同世界各地 广泛开展交流合作 不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 韩运 贸易中心等传统优势 加快打造国际创科中心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等新的优势 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增强国际吸引力 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中 提升比较优势 做好 发挥香港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 这篇大文章 香港一定大有可为 风光无限 市民朋友们 一定能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 让新的动能更强劲 需要我们始至不移 干事创业 在团结奋斗中 凝聚强大合力 香港同胞 素来有着包容共济 求同存异 自强不息 上拼敢赢的 优良传统 这样的精神实质 就是团结奋斗 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 大家用团结奋斗 书写了历史上的 湘江传奇 推动香港 由自即兴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依然需要团结奋斗 今天 香港已逐渐远离 泛政治化的漩涡 爱国者治港的社会基础 更牢了 社会上求稳定 求发展的共识 更强了 青年一代 干事创业 成长成才的机会 更多了 创业 新业 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们要倍加珍惜 来之不易的 治的局面 坚定维护宪法 基本法确立的特区 限制秩序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大力弘扬 以爱国爱港为核心 同一国两制方针 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只要把香港社会隐藏的巨大创造力 充分激发出来 前行的道路上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各位朋友 各位市民 未来五年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也是香港开创新局面 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 站在两个关键期 相交会的历史节点 我们对一个游自极心的香港 满怀希望和信心 我坚信 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 有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 有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奋发作为 有广大香港市民的不懈努力 香港新的动能 一定会变得更强劲 新的一年 中联办将依法一如既往 理直进走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 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与社会各界和市民一道 共同推动香港走向游自极心 祝广大市民 在新的一年 钱包股股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